你说把她娶回家 你哪去娶她回家呀 你把她带回家当一个副储品 所以你觉得什么什么事都不用 跟她商量嘛 我忘了 我觉得不是什么重要事 在你的眼里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跟你平等的人嘛 她是你家庭的一个副储品 一台机器 就是给你生孩子嘛 否则你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呀 你们村里面每一个人家的家里人都这样吗 你村里面每一个人的媳妇都穿不上圆服吗 你呀 我跟你说两句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一直欺负你 你要忍到今天到这个台上来 还要在这听她说 你知道吗 她就无论说 老觉得我可以坚持 坚持下去就一定有变化 错了你知道吗 毫无改变的坚持就要养成习惯 她现在就养成欺负你的习惯了 所以你再怎么坚持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所以你想要有变化就得你自己做出变化 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去产生一些变化 还是让她继续这么欺负你 自己想清楚 就这样 好